墨西镇 海洛沟景区停车场 现在我们的先前组 95名官兵 已经分了6个小组 携带破产工具 液压扩张器 生命探测仪等专业救援装备 分壁赶坡 墨泽沟村 青岡平村 共和村 博洋平村 山树村 海洛沟景区等受灾 最为严重的区域 立即展开了救援行动 那今天呢 我们在进入墨西镇的沿途 看到很多民房粮物断裂 砖墙倒塌 而且里面的这个信号是时有时段 道路 通讯 电力 以及房屋 都有不同程度的受损 在前往灾区迅速开展了 人员的收救安置等工作 那目前我们所在的这条街道的两边 都搭建了帐篷 里面都是当然在继续 清指挥部的搭建地 地震发生时 我们大队正处于老街的 大溪运化酒店 有人员被埋压 随即我们利用破拆工具组 进行这个纵向破拆 成功地营救出被困人员 我们大队随即出动三个救援组 开展灾情侦查 前表搜救和搭建卫星通信平台 我们在侦查的时候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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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灾之后发现 我们在侦查的知识